大清最命苦的皇后 我们不难发现清代的皇帝大多是孝顺之人 尤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最为突出 唯一留下诟病的是雍正皇帝和贤峰皇帝 不过这两位皇帝有所不同雍正之所以留下拭目的传言 与他的那些政敌们有关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恶意攻击的成分 尽管雍正帝母子的感情一般 但从史料记载来看 至少雍正在表面上并没有做出不孝的举动 而贤峰则不同 她对自己的养母静贵妃 却是属于真正的不孝 她对养育自己十年的母后岩将仇报 为人所不耻 静贵妃姓伯尔记吉特氏 她进宫的时候才十四岁 而当时的道光帝则有四十四岁 他们整整相差了三十岁 不过这个女人进宫后不久 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一样 分外抢眼 入宫当年她就怀人了 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六年 十五岁的她便生下了一个皇子 叫做义刚 道光九年 她再次生育 也是一位皇子 道光帝起名义记 这可是带有不利性的含义 接着过了一年 即道光十年 她又生育了一个皇女 道光十二年 再次生育皇子 这位皇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义 这个小女人刚刚二十一岁 就生育了三个皇子和一个皇女 在后宫当然就很抢眼了 频繁的生育换来的 当然是待遇的提高 道光对这个小女人很满意 婴儿也没有亏待她 于是 伯二纪及特使一路飙升 展开全文 十四岁为贵人 十五岁为晋平 十六岁晋升晋妃 二十二岁晋升为晋贵妃 二十九岁晋升为晋皇贵妃 主持后宫事务 从道光二十年开始 一直到道光三十年 道光帝去世 晋贵妃以皇贵妃的身份 主持后宫 做了十年的后宫之主 道光二十年正月 十一日 孝泉皇后牛古路氏 突然报亡 据说是被皇太后赐死 她的儿子咸丰成为了单亲子女 道光帝便将她交给了 晋贵妃抚养 并且一再叮嘱 晋贵妃要事如己出 不分彼此 使她健康快乐的成长 自孝权皇后去世后 晋贵妃太得意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将来做皇后应该没问题 甚至于自己 还极有可能做皇太后 因为自己所生的皇六子 亦不仅已表堂堂 而且还很有才华 深受道光的喜爱 继承皇位应该是水到渠成 于是 晋贵妃就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早到来 然而是与愿为 道光帝弥留纸记留下一照 让皇四子义主继承皇位 而亦只能当亲王 得知这个结果后 晋贵妃武内剧坟 自己辛辛苦苦待行皇后职责 十年的艰辛 又给她带了别人的孩子 而且自己的儿子一比 咸丰聪明能干 没想到 竟然是这个结果 晋贵妃担心的还不是这个 因为她知道 咸丰并非亲 儿子 看来后半生的日子 要看别人脸色了 果不其然 自己辛苦待大的这个孩子 在继位之后 恩将仇报 晋贵妃母子弃人李下 受尽了苦楚 按理 咸丰继位后 就应该考虑养母的功劳 晋封为皇太后理所应当 可是 咸丰帝迟迟不办 直到晋贵妃病情加重 眼看就将不行的时候 咸丰才不得不给她尊封为皇太后 可惜七天之后她就去世了 中年四十四岁 更可气的是 仰母去世后 咸丰竟然在各个方面减杀太后桑仪式 比如只给了八个字的嗜好 不给皇太后建灵 不亲自送太后子宫等等 这些行为都属为被组织且大逆不倒 晋贵妃辛苦养大的咸丰 并不像道光帝看到的那样善良 十年的辛苦算是白忙活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